帶你看回地方新聞 加州過去24小時內 新冠確診人數激增12807人 再拆單日的身高 累計新冠已經去到413000大關 超過了之前疫情的重災區 紐約州的確診人數 成為了全美疫情最最嚴重的州份 但幸好的是加州的醫療系統 頑強的抗爭之下 目前死亡人數仍然控制在紐約的四分之一 加州州長劉森今天強調 一定會令到前線的醫務人員 有足夠的防疫措施 而被疫情籠罩的加州 人民亦透過戶外影院等娛樂方式 平衡沉滿而且艱苦的抗疫生活 在新冠疫情開始爆發的最初幾個月 全美對受疫情衝擊最嚴重的紐約州 慘臟總記憶猶新 絕大部分加州人很難想像 全美第一個開始實施居家令的加州 現在累計確診人數竟然超過紐約 而洛杉磯縣即是加州的重災區 周三六縣的新確診人數再添3266人 死亡新增64人 從今年1月至6月 錄院新冠死亡人數已超過3400人 而去年1月至6月 洛杉磯縣死於冠針病的人數高達6000人 相比之下可以說新冠疾病是洛杉磯病患的第二大殺手 而上年10月到今年5月的流感季節 洛杉磯因流感死亡人數亦有1521人 可見新冠的致死率遠遠高於流感病 至今為止 洛杉磯死於新冠病患為4213人 而星期三的統計當中 41歲以下的確診者比例更加升至57% 在過去7天內6月每日新增2952確診病例 幾乎是6月底的兩倍 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CDC的數據顯示 在美國的部分地區 新冠的確診人數 可能比目前公佈出來的人數高出10倍多 這是基於對於美國10個地區的 16000人的常規血液樣本進行抗體測試的推算 這個數據表明 大量沒有出現任何症狀或接受測試的人 可能已經其實在地區傳播這種病毒 加州在3月份疫情的社區開始爆發時實行過居家令 確實成功地減瞞了疫情的傳播 但到了5月和6月期間 重啟大部分經濟之後 疫情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從3月居家令到現在7月份 已經4個月了 因為新冠疫情的影響 幾乎所有旅行和娛樂活動都被停止 不少的演唱會、音樂節都被取消 2020年全美將不會有大型的音樂 包括原定的演唱會和玫瑰花車遊行 連奧斯卡班長都推遲或改為線上形式 為了令到家中太繁門的民眾 可以找到一些健康的娛樂活動 加州多地有為疫情設計的露天汽車音樂會和劇場 如果你星期六晚上在民陶拉縣的Fairgrounds 坐在車裏聞著清新的空氣 而且聽到洛杉磯的Fishborn 和O'Malley狂躁的旁黑音樂派對 你可能幾乎以為南加州的音樂會已經恢復正常 在音樂會裏 汽車環繞著主舞台 每一部車要停扣在安全的規劃線上 民眾看演唱會時需要佩戴口罩 主辦單位每個星期都會對音樂會的工作人員進行新冠測試 主辦方表示由於疫情期間無法舉行正常的音樂會 露天音樂會亦只能吸引十分之一的觀眾 由於還需要保持社交疏離 控制前例官體的人群流量 利潤就更加微粒 但到了目前為止 累計已有33,000人參加過露天汽車音樂會 電影或舞台表演 希望在這一刻暗的一年裏 能夠令燈光照亮生活 Tina Wies 編輯報導